由东华大学维行CSR学生团队所提案 和在地企业社区联手举办 丰田就是爱烘趴神龙教育烘焙课程 日前在收封箱丰田五味乌乌的农学院来登场 那么有将近30多位的学童 体验了产地到餐桌的烘焙学习 将搅拌好的馅料一一放到杯膜再拿去烘烤 由东华大学维行CSR学生团队提案 和在地业师茉莉烘焙坊社区联合执行 丰田就是爱烘焙食农教育烘焙课程 19日在收封箱丰田五味乌的农学院举行 近30位小朋友在讲师和大学生协助指导下 第一次学习当小小烘焙师 我学到了团结合 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 而且互相工作才是最好的方法 我觉得来这里真的是很值得 因为可以做这一个蛋糕 而且还可以做完之后还可以喝骨灾可以吃蛋糕 我们一开始会开始进行这些计划是因为我们想要重启威武的小吃部 那因为小吃部就是跟食物有相关 所以我们就陆陆续续的先跟了王酱寿司来合作 但发现其实效果蛮好也蛮成功的 所以我们这次就跟奈良林老师进行烘焙房的课程 那希望透过这个烘焙房还有食农教育 可以让小朋友更了解在地的食材 然后还有整个制作烘焙的过程 像是我们这一次使用的就是 虎卫屋所生产的那个洛神花的相关产品 像是我们制作布朗尼洛神花酱 然后还有让小朋友品尝洛神花茶 但他们后续如果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向虎卫屋这边进行购买 这次学生团队借着春更季节协助五味屋 宣传4月即将种植的洛神花 鼓励小朋友参与穷产地道餐桌的过程 推出手作甜点的食农教育体验 还一同研发布朗尼佐洛神花酱新风味 此番借由微型CSR的创新概念 让中小企业与擅长领域进行企业社会责任 相互合作 将慈善救济模式转换成互利共好模式 延续落实企业社会责任CSR 接着长包验兽风向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